大家好,欢迎收看《即市攻略》 我是Vegan Winkman,这节由Stanley做嘉宾 Stanley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价26572点,升57点 国企指数升7点,报10391点 大致成交价值有593亿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想问Stanley 也可以打来204-6566 或者把问题电邮到ASKBHChannel.com 和WhatsApp到9157-1428 或者Facebook和YouTube都做Live 可以留言给我们 也会尽快解答大家的问题 Stanley见到今天讲故 早上的时候,在外围的气氛做好之下 升超过200多点 但见到国际评级机构 卫宇下调香港的信誉评级 由AA加调到AA 前景展望负面 见到港股的升幅也收窄 现在只剩下几十点的升幅 会否加多一脚的时候 港股的反弹也可以止步 加多一脚? 我突然想一想 可否加多一脚? 我会这样看的 对于一般的投资者来说 这个评级是否会很大影响呢 我想他们未必会想到 那个关系 关系的 但是呢 通常如果你说的评级的下调 甚至乎现在有个 指望是负面的话 就是意味着 如果下一次的时间 他再审视的时候 他所提到的因素没有改善的话 可能那个评级会再进一步 叫下跌了 所以就变成了 是一个什么的状况 只可以说不是好 一定是比较负面一点 还有就是说按道理 如果假设那个地方的评级是下调了 很多企业的评级 其实是不会高过主权的评级 所以变成了有机会 可能之后的时间 有很多的公司 那些评级 都被你下调了 不过就我比较关注的 都可能是说 整个市场的 投资的气氛和状况 今日的时间 又好像叫做 就是开市的时候 又好像好一点的 你看到都开市的时间 都会有一个叫做反弹 但是 现在下午回来的时间 那个升幅都已经是不断在收集中 还有 我也是再有三个强调 究竟现在 就是这个水平 就是恒指这个水平 大家要想两件事 第一 星期三那一下的一千点的反弹 你觉得是不是弹多了呢 我觉得是的 所以 我会觉得现在只不过 是因为那些急升完之后 现在大家可能都要再推上去的时间 都有些叫做新的一些 一些比较好的消息 第二 今天大家都说 可能升市都可能有些 和这个就是说 可能准备密谈判 有一些叫和会 比较有些的进展 但这个进展 来去去 都这些年多的时间 都不断发生的了 有一些谈 有些谈 有些谈 有一些谈不谈 所以变成了 我又没有太大寂寞 只可以说 我仍然觉得市场 在打后的时间 将会陰陰地下 即是你又大跌 又突然间 你又跌回一千点 又不会的 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很消息的情况之下 市场陰陰陰陰陰的机会 相对比较高 好 后市看法都是继续负面的 我们开始回答WhatsApp朋友的问题 好 有个朋友想问 2689 7.1有货 可否反弹到这个位置 这些股份 真的 不过这几天打得不错 但7.1应该是很久之前 可能是5月份买的 对 但要这么说 子页板块本身都不是什么 有看透的板块 都比较基本面 都比较不是那么理想的了 只不过这一段时间 都可能和人民币的会价 和某程度上 可能由大家开始 有些 要怎么说 好像有些炒作 是十一的隔期 可能消费旺贵 可能它有些帮助 就是炒这些什么的因素 我自己觉得 因为看行业的情况 又真是不理想的 所以你说 有没有机会去买入价7.1 左右 只要可以这么说 7.1 7.1 7.1 你也是在6-7月份的高位 如果这样计算数 7.1 即是升约4毫子 8%左右 你尽管考虑一下 拿着货先 但到7元楼上这些位置 自己计算数 好 另外还有想问9-4-1 这一只 75-3毫子 5日毫货 哇 那么可惨一点 是啊 话说话 我可以回上去 哇 这一只真是 很难 这两只股份 其实都真的 都不是好 其实有看我们做节目 应该都知道 都没完这些股份 可能你比较少看 都真的要多看我们的节目 是 中移动 现在这一位 70几元 如果假设 假设 假设市场的气氛 叫做转回淡的 那它有没有机会反弹回呢 一旦反弹回上去呢 机会有的 因为市差这些股份 比较上 叫做是 实际得到这个情况 中移动有个好处 你是论安全程度的话 现在的中移动 安全的 即价再跌下去 又可能不是太多 不过是升不起 所以我觉得它的价有机会弹 不过 你要去买入价 70的 71元左右 难一点 难一点 要不要买酒 蛋糕就走 不过这些很有趣 这些你说摆一下 我觉得是无犯的 不过你可能真的要捱 我想捱一两年的时间 一两年之后 可能它会好都不出奇 因为5G 其实这个发展 我想对中移动这些股份来说 是虧头三起 就是这样 就是长线的话 暂时不用怕了 长线就是这两三年后的事 暂时都可以 之后会再转 看看到时 5G的发展是怎样 好 接着我们开始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有位罗小姐 旁边罗小姐你好 罗小姐你好 多谢你接听我的电话 不要紧 你说呢 是呀 想问二二三八港气集团 因为我7元 9号9买 我想知道 可以去到多少 我可以食股 可以上网空间 可不可以告诉我 谢谢你 不要客气 多谢你 不用客气 说起呢 其实在一众的汽车股里面 来计 这一段时间 它的表现就相对好些 你看到这两下弹上来 都叫做不差 因为 我们现在有些政策 有些措施 又好像说 要扶持一些 车企的发展 说起的数 印象中 都是相比起 其他汽车股来计 比较好些 所以按道理 现在先拿着货 都可以想一想 其实汽车版块 老实实 我不喜欢 因为我觉得 车企的发展 今年的表现 都是比较差 但是转机又来自 我时候都说 是第三至四季 开始 可能会有机会更好 所以现在 既然这一刻有货 这一只 考虑一下先拿着它 不过留意 那句话 汽车版块 但仍然有个谱 你真是想说 上运的话 可能是移回之前的位置 大概是 八个四十八个半 这位置 做目标价先 好啊 也麻烦罗小姐的电话 接下来 继续看WhatsApp 朋友的问题 2005 7个408有货 2005 石四药 这一只没什么研究 可以做一些注射 那些什么 这些是前生叫做 李军国际 类似的 我其实都没有太 但他知道他做什么 不过说不出来 那些词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那些东西 纯粹说技术上走势 都公平一点 其实走势上有些 好像转弱了 之前的时间 试过七个半 这个位置 突破不了 我回来 暂时 以那个调点的幅度来计 有个关键的水平 大概 六个七五五这个位置 所以如果有货 暂时可能移回六个七五五 这个参考 如果假设他跌不出来 这个位置 都还可以拿着货 但如果穿了的话 都要考虑加减绑 好啊 那还有一个 就是五五二 六个九有货 这一只 又是硬的 这一只 这一只 六个九好像难一点 真的 这一只 这一只是两体 这一只 如果你说五G 的办法里面来计 这一只其实是 有些受惠 不过他业绩 其实目前老师的业绩 业绩是 叫什么叫差呢 他业绩比较平稳一点 但他增长不多 可能是每一年的时间 百分之十以下 但是他的业务本身 是稳定的 所以你说如果五G 之后的时间 当他大幅地 有些比较多的基建的话 按道理 他的业务 一定会有 到时会有些比较好的增长 因为他做些什么呢 他最主要做维会工作 比如这些维会工作 所以可能你暂时 先捱一捱价 当然 有没有机会 回到六G 这些位置 可能要先等一段时间 所以如果你有货 考虑一下 这一刻先拿着 好 继续拿着 接着 另一位嘉宁观众 想问384想入 人气恶取 384 而且2688 哪一只好 这样啊 新路能源 如果你给我选择的话 两个图都这样 为什么 说实话 新路我觉得可以一点 但384图 真的差一点 真的 384本身这位 是关键的 其实 我都不说太多了 你看个图的话 你都见得到 这几转的时间 每次摄 大概30分左右 都会有些反弹 但如果这一转 你叫它 顶不住 再插下去的话 就可以好心 可能这一下 只剩下去的话 有机会下去 下施 27.5 这位置 就是量度跌幅的情况 所以你没有货 这一只 先稍稍一点 等等 不要那么急 但相比之下 2688 这只新路 其实业绩是可以的 OK的 而且 我前路上接迫费 对它影响相对比较小 不过 走势好像有点移 好像见到顶 下回来 所以其实 某程度上 两只都是 如果没有货 可以的话 等等 先不要那么急 这一只 可能有机会 77.5 这一位置的时间 再想一想 好啊 那两只都不要心急 接着 有个朋友想问 240 应该 什么位置 它好呢 这只二十很多 这只 躲起眼 躲起眼 一千一百元 才想起这只 一千一百元 现在不要打算 我经常说金股 不要高追 而且变数其实很多 当然大家都说 放水 金股一定是受惠 这些我不会否认 但问题就是 美元的强势 有机会会保持住 反而大家想想 这些东西会比较好 美金是不是很弱呢 除非美金真的行两宽 如果不是的话 我又不觉得会弱得很搞关 金价来说 所以现在这些位置 我只可以说 1100元以下这位置的时间 才再拨返 现在这位置没有拨返 好啊 接着有位朋友说 劝商股 其实选哪一只会比较好呢 劝商股 内地劝商股 我想我有两只可以选择一下 一只呢 就是中信政券 因为你问我的话呢 一定选龙头的 不用想那么多了 因为其他那些 小只的那些 都拉过不少东西的 我意思是分析 但是 如果那些假设 内地方面真的 可以说那个 气氛 是保持好的话呢 按道理中信这些 一定是不会怎么死的了 所以中信 都还可以考虑一下 除了他之外 还有一只 3908 中金公司 为什么呢 因为内地方面 在近日的时间 那些承销的业务 那些费用 那些收入是厉害的 因为多了科创办 这个板 很多公司上市 所以按道理 中金这些公司 就得到这个情况 所以要选择的话 就选择这两只 这两只都可以再考虑一下 不过大前提就是 A股 要继续这一转练的 那个投资的气氛 是 如果假设 这两只公司的股价 我相信还有机会可以再上 不过也都 不过也这么说 如果你看图的话 中信政策又比较英俊 就是有些突破 看看能不能够这一转的时间 可能首置大概是15元到这位置 但是3908现在这些位置 可能比较关键 你看到他去清晰三个月上去之后 15元这位置其实是大阻力的 看看能不能够收市前其得稳 但其实最近好像看到那些A股 那些成交好像多了很多 所以比如选择中信政券 是啊 没错 两只的概念不同 中信政券 真的是看一个气氛成交量的变化 中信政券最主要是那些承销业务那边 那边的表现 他有没有机会受到多些情况 嗯 好啊 不过我Stanning 我想问你 因为我妈妈买的165 为什么买这张 他是逢低就想买那些 几千买 我记得好像十个多 那先捱住 因为我看到它是不平沉底 是的 其实干大是有少难玩的 那这么噁心 你想想257这些都是 对啊 割刷就扶持一些 叫做一些环保板块 它是不升的 干大是这样的 所以你65这些 其实没有的 你拨去这一转的时间 不要再穿底 不要再破底 等于你先考虑一下 但是记得买这些 这些叫做一些金融雷板块 干大真的是很难玩的 连强正路一些 选择6030这些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现在叫它先拿着 先拿着 那这些位置都不用支持住 你直接不用怕 如果你假设A股气氛好的话 那这一集股份 不管追落后都好 都会受得到的 但是唯有先拿着 现在好 好 好 谢谢Stanley 我们问题都回答了 给你申报 有没有持有以上提高股份 都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 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转到见